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商天下》 我是慧妍 最近有兩條消息在國際上引起非常大的反響 一條是英美澳三國宣布建立新的安全夥伴關係機制 另一條是中共正式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議 這兩件事不僅發生的時間非常接近 其實兩者亦存在內在的聯繫並不是互相孤立的 而且因為這兩件事都涉及全球格局的變化 影響到非常多的國家 所以意義非常重大 我們今天就重點談談這兩個話題 9月15日美國總統拜登 英國首相約翰遜 澳洲總理莫里森宣布 三個簽署了一項歷史性三方安全防衛聯盟 叫做奧富斯 是三個國家的名字縮寫組成 在聯盟協議 准許美國將核動力潛艇的秘密技術分享給澳洲 協助澳洲建造一支有8個核動力潛艇的艦隊 同時美國和英國 還將與澳洲在網絡空間 人工智能量子計算 以及水底系統和遠程攻擊能力等尖端技術上進行合作 這是幾十年來 美英澳三國之間達成的 最重量級的防衛夥伴機制 由澳洲一位國際安全顧問的說話 是一件大事 這樣他到底有什麼重大意義呢? 首先 奧富斯標誌著印太地區戰略和政策模式的轉變 他將會成為美國在印太地區建立的同盟關係中的核心 他體現了 美國政府正在將外交政策中心轉向亞洲 以應對中共在印太地區日益增長的威脅 美國拜登政府一再表示 美國面臨的重大挑戰不再是反恐 亦是與中國和俄羅斯的競爭 其次 這亦標誌著澳洲終於結束了長達幾十年在美中之間的平衡策略 選擇完全站在美國一邊 而將會在亞洲區域安全方面扮演更積極的角色 在之前 澳洲已經與美國、日本和印度建立了四方安全對話 而澳洲的做法 亦很有可能帶動更多在中美之間搖擺的亞太國家 最終選擇站在美國一邊 三方聯盟的獨特之處在於 這是美國的第二次將全球最先進的核動力潛艇技術 分享給其他國家 目前世界上只有六個國家擁有核潛艇 分別是美國、英國、中國、法國、還有俄羅斯和印度 所以這項技術非常敏感 而美國以前只是在1958年時 分享過一次核推進技術給英國 第四 奧富斯將會改變印太地區的軍事力量對比 就像澳洲總理莫里森所說的 這是自從1980年代 美國、澳洲、新西蘭三國的安全條約結束以來 實現地區穩定和安全的最偉大舉措 雖然協議強調 澳洲只是建造核動力潛艇 不發展核武器 但是核動力潛艇有非常強大的威懾作用 它比常規潛艇更有隱蔽性 而且活動距離更遠 雖然擁有核動力潛艇 並不意味著澳洲的軍力會比中國更強大 但是它確實改變了印太地區的力量平衡 大家知道 近年來 中國在印太區域展現了越來越強的影響力 現在美、英、澳三國建立了一個新的防衛聯盟 打破了印太地區的力量平衡 這樣中國是甚麼反應呢? 16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說 中方認為該協議極其不負責任 源於塵舊的冷治靈和思維 嚴重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這個靈和思維 簡單說就是指 你的收益是我的損失 得同失商家 總數是零 不過關於趙立堅提到的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事實上 中共軍隊反而在印太區 採取了一系列軍事和政治行動 例如核定防空識別區 在與台灣、日本和越南相接的 中國領空和海疆邊緣 舉行軍事演習 還在印度和尼泊爾邊境附近地區 修建道路和軍事工程等等 所以這個協議不僅是對中國 對印太地區其他國家也影響重大 不過就在15日 英美澳宣布建立新的安全聯盟之後 緊隨的16日 中共也做了一件事 正式申請介入跨太平洋夥伴 全面進步協定 也就是CPTPP 介入CPTPP 必須得到現有加盟國的一致同意 而作為現任輪值主席國 日本政府 表達了對中共加入CPTPP的慎重態度 認為有必要觀察中國 是否能夠遵守CPTPP的高標準規則 而澳洲貿易部長德昂也在17日表示 除非北京停止對澳洲入口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稅 並恢復雙方部長級接觸 否則澳洲將會反對中共加入CPTPP 還不知是澳洲 中共因為孟晚舟一案和加拿大的關係緊張 在南、中國海又和越南、文萊和馬來西亞等國 存在領土主權糾紛 看上去中共要加入CPTPP的障礙不小 但為何中共還要加入呢? CPTPP到底是個什麼的貿易協定呢? CPTPP前身是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最早的構想由亞太經合組織的幾個成員國提出 美國等其他國家後來陸續加入 由於當時的美國總統奧巴馬曾直言 不能給中國這樣的國家輸寫全球貿易規則 所以TPP被視為美國主導的排中貿易圈 但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17年1月上任後 以損害美國製造業為理由退出TPP 結果日本接行在凍結了美國強力主張 但其他國家反對的22條內容後 TPP在2017年11月改名為CPTPP CPTPP在2018年12月31日正式生效 替約國包括日本、加拿大、澳洲、次里、新西蘭、新加坡、 文萊、馬來西亞、熱南、墨西哥和秘魯等11個國家 覆蓋了將近5億人口 成員國GDP總和有10萬6千億美元 佔全球經濟總量的13% 雖然少了美國 但CPTPP仍然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貿易區 在CPTPP的框架下 成員國之間95%的貨物實行零關稅 與WTO與一般自貿協定相比 在知識產權、數據流動方面的規定 CPTPP要更為嚴格 而中共加入CPTPP 至少面臨四個方面的門檻 首先CPTPP制定了確保數據流通透明度和公平性的原則 是現有大多數的自貿協定都沒有納入內容 例如CPTPP禁止成員國要求外資企業在本國設置數據中心 作為市場准入條件 而中共對跨境數據自由流通持否定態度 其次CPTPP限制國有企業或政府補貼 消除國家對市場的過度干預 而中國一直有補貼國有企業 第三在政府採購方面 CPTPP也要求原則上無差別對對國內外企業 為海外經營者提供更廣泛的知識產權保護等等 而中共在政府的採購 一直以安全保障為理由排除外資企業 並且強制外企進行技術轉讓 第四CPTPP要求 廢除強制勞動承認集體談判權等勞動相關規則 這一點中共在新疆勞動問題上的做法 也會是一大障礙 對中共來說 CPTPP的門檻這麼高 似乎應該滋難而退 而且去年11月的時候 中共已經與日本、南韓以及東盟等15個成員國 簽署了一個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RCEP是全球最大的自貿區 涵蓋22億人口 26萬億美元GDP 由經濟體量來說 遠遠超過CPTPP 但是RCEP包含了東亞、東南亞 以及西太平洋和環太平洋國家 範圍更廣 而且RCEP包含較多的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 在服務和投資方面開放程度都不如CPTPP 中共如果能夠加入CPTPP 在亞太經濟一體化當中 就扮演關鍵的推動力了 而且還可能更有外交戰略意義 因為中共不希望美國和日本 主導亞太經濟秩序或規則 在國際舞台上 中共顯然希望強化影響力和發言權 甚至有評論認為 中共希望將全球制度變成中國標準 但是中國真的打算遵守CPTPP的高標準規則嗎? 我們來看一則消息 就在中共申請加入CPTPP之後幾天 19日中共海關總署突然以檢查出界殼重為理由 由20日起 全面暫停入口台灣的翻軌荔枝和蓮霧 台灣農委會認為 台灣農產品也出口到其他國家 通報不合格計只有中國 北京單方面違反國際貿易規範 就像今年2月的鳳梨事件的翻版 如果中方不取消禁令 將會首度向WTO控告 外界分析中共此舉 估計是對美台關係作出警告 可能與美國一系列的友台政策有關 有學者說 中共動不動以相逼政 誰敢讓它加入CPTPP呢? 目前中共已經開始遊說CPTPP成員國的支持 好像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表示歡迎中國加入 另外即使與澳洲關係緊張 北京近期也致陷尋求澳洲支持 不過中國金融學者賀光斌在外媒採訪時說 中國百分之百無法加入CPTPP 因為在去年特朗普總統任內 美國與墨西哥加拿大 簽訂生效了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一個權益條款 被稱為獨院防禦 如果任何一個成員國決定與非市場經濟國 談判簽署自由貿易協議 另外兩方有權退出 或將該國踢出協議 我們看到 無論中國能否加入CPTPP 但是澳洲對中共的態度已經非常明確 尤其是在美英澳三國結成聯盟之後 意味著澳洲已經把所有籌碼都壓到美國這邊 所以也有人替澳洲擔心 認為它與中共直接對抗風險太大 但是事實中共手上也沒有什麼牌可以打 去年4月 澳洲總理莫里森呼籲對中國展開病毒溯源調查 之後中共採取了一系列貿易懲罰措施 對澳洲的煤炭、葡萄酒、龍蝦等進行制裁 在2019年 澳洲對中國出口這些商品的總價值是250億美元 佔國內生產總值的1.3% 所以中共的制裁也令外界擔心會重創澳洲經濟 但是澳洲並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在中國實施貿易限制之後 全力拓展新的替代市場反而取得了重大成果 數據顯示 2020年澳洲對中國出口創下歷史第二高水平 今年上半年 澳洲向中國的出口額仍然激增 比2019年同期增長了36% 在中國貨物入口總額之中 由澳洲入口的份額也創下歷史新高 得到了6.1% 其中澳洲鐵礦石出口 澳洲羊毛的銷售也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 反觀中國 由於澳洲鐵礦石和煤炭的價格 在國際市場上不斷提升 導致中國原材料價格飆升 政府迫不得以出手干預穩定市場 所以BBC報導說 中國針對澳洲的貿易抵制行動十分失敗 對其他國家也不會有殺雞儆猴的效果 當然中國的措施對澳洲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 目前受影響較大的是葡萄酒和牛肉 不過澳洲並沒有因此改變對中共的強硬立場 而這種對抗的結果也顯示出 中共的威脅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不僅是給了澳洲更大的勇氣 也為其他國家起到良好的示範作用 澳洲在宣布與美國、英國的新盟約後 隨即宣布終止2019年與法國簽訂購買常規 電潛艇的幾百億美元的合同 也引發了法國與美英澳幾個西方盟友之間 前所未有的外交危機 不過就像大陸傳媒在一篇報導中所用的文章題目 在美英澳法的爭吵亂象底下 是一火同一對抗中共的心